警車和計程車撞成一團 台北市深夜遠景貨報有打架事件 鳴笛前往現場的路上 卻在減速通過紅燈路口時 跟計程車發生了碰撞 當時計程車上還載有乘客 嚇出一身冷汗 警方雖然依照規定有鳴笛 但是否能完全免責 還有待進一步離奇 警車鳴笛搶時間 為了處理打架糾紛速度不慢 船園路口紅燈減速卻還是發生意外 計程車閃避不及 知心狠狠撞上警車的右側 而車上還有乘客撞完驚鴻未定 我坐中間 所以我看得很清楚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計程車好像也是反應不及 所以於是我就是 直接抓緊那個前車的套車 我是綠燈來 出速就大概五、十、五、十 警車的速度呢 滿快的 撞擊力都不小 計程車車頭保險桿掉落 引擎蓋變形 警車車身也凹陷毀損 車輪爆胎 原警表示 深夜十一點多 貨爆船席路上有打架案件 就要趕往現場 已經按照法規 鳴笛和計程車發生碰撞 司機肢體疼痛送醫觀察 雙方經檢測九側值均為零 警方前往現場時 有依規定開啟警示燈及警報器 行進入口時並有檢數 注意左右來車 警方強調執勤依照規定鳴笛市警 但依法行駛交通優先權 人應顧及行人及其他車輛安全 傳統燈到底能不能完全免責 還有的鑑定 記者小營會輪程為純 我們臺北差不多